台南傳出虐嬰事件 一歲多的女嬰 前天晚間疑似遭到了 十七歲的母親等四人虐死 而臺南地檢署外 有不少的民眾聚集 揚言要替女嬰討公道 十六號下午到晚間 一波波的群眾難免氣憤 聚集到臺南地檢署 許多人拿著手機直播 分享現場最新狀況 記者在現場採訪盒 台南一歲多女嬰遭虐死 十七歲的薛姓生母 昨晚已經被少年法庭裁定收容 而另外三位涉案人 包括薛姓表姐 何姓表姐夫 以及林姓男友人 今天凌晨一點多 則已嫌疑重大 有湮面證據及串貢之餘裁定收押 冷靜 冷靜 隨著直播不斷分享 事件持續發酵 時間越晚聚集的群眾也越多 一直到今天清晨 還有北部民眾南下 警方加派數百名警力戒備 並將民眾隔在車道兩側的路邊 維護台南地檢署周邊安全 記者綜合報導